人一辈子在想我最适合做什么 但说不定就是 小时候的那个儿时心愿 这一对兄弟 他们一个是公务员 一个是室内设计师 但一直都没有忘记 小时候曾经想过 一起开个冰店 那么这个念头 他们是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认真研究之后 才敢去实践这个儿时心愿 喜欢料理的郑同诚 把他当年考上国立大学 法律系法研所 和公务员的用工精神 也带进了厨房 古早味的手工杏仁柜 制作费时费工 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但郑同诚希望他的冰店 更独特一些 靠着自学研究 把能找到的资料 都认真读过 这个杏仁里面有男性 北杏 那北杏的话就是 后宫征环状 那个安玲瓶吃的 那个苦杏仁 他不是说在杏仁追苦 要越吃越有味道 可是他吃吃他就死了 因为北杏有些微的毒性 所以不能一次吃才有 所以 那你从那个上面 提到做冰的机器吗 也没有 我是整个在Google 这个北杏的药效的时候 刚好有人分享这小猪子 手工杏仁柜是用前一天 泡好的南北杏 以果汁机打成浆 在等煮滚后 冲入粉浆调和 时间和温度都要精准 台湾搅拌会凝固的难以翻动 抢着时间 郑同诚一手提着滚烫的大锅 另一手快速搅拌 端锅子扛食材 几年工作下来 郑同诚不管寒暑 衣服里总是围着一条护腰 常常去打消炎针什么的 因为就是像那个 刚刚你看到我在装那个糖 那糖一袋都50公斤 我们如果那个进货的时候 也是要自己把它抬进来 我自己就抬50几公斤了 那个糖一袋50公斤 抬久了腰就是会受伤 但为了和弟弟从小许下的心愿 郑同诚乐在工作 更愿意每天花十几个小时 一个人待在酷热的厨房里 以手工制作包兵配料 也才能安心地把外场工作交给弟弟 其实就是我们从小就想要一起开店 对啊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因为一般小孩会玩那个半家家酒 我们小时候就自己在家里看事务所 还把那事务所取名字 比如说什么钱多多事务所 情愿跑事务所 然后我们就会自己做招牌 然后做那个家务表 那那个客人当然是我爸妈啦 两兄弟共同的梦想 维系了他们一起长大的好感情 和持续多年的共同话题 但随着长大念书就业 哥哥郑同诚考上公务员 分发到护镇事务所 弟弟郑同诚成了室内设计师 在各自的人生领域发展 离小时候的心愿越来越远 我们其实都各自有各自的工作 然后也都蛮稳定的 对但是我心里就是一直 记得这件事情 就是在寻找一个适当的时机 可能我们先比如说存了一些钱 然后有多了一点点的经验 以后再来进行这个东西 因为毕竟希望慎重一点 两兄弟都爱吃冰 所以决定要开冰店 慎重的准备态度 就从食材开始 芋圆地瓜圆是爆冰的基本配料 两兄弟有共识 还是得用新鲜食材 那因为我们测试的时候 结果就是大家还是喜欢 那个地瓜香气比较重 所以我们就是选用这个五十七号 郑同城自己削地瓜芋头 靠着机器将食材搅拌均匀后 再用手揉成形 那个如果是粉很多的话 你怎么揉它不会断 可是你看我们粉少 所以我们这个面团没有什么粘性 因为我们里面都是真材实料的地瓜 所以吃起来也是会特别香 为了做出心目中天然又带有口感 和香气的地瓜圆与圆 郑同城反复实验 譬如说做这个地瓜圆好了 那个大家都知道 圆类这个东西它有加淀粉嘛 对不对 所以你加什么粉都会去影响口感 那粉的种类有很多啊 什么我们那时候什么粉都是 地瓜粉啊 素薯粉啊 玉米粉啊 糯米粉啊 再来米粉啊 每种食材得搭配不同比例 而这些长时间的反复试做 郑同城是从开店前一年就开始了 那时郑同城还在护镇事务所上班 他偷偷在外面租了厨房 每天下班就去试煮 经常煮到深夜才回家 还一边烤上了厨师证照 那段时间每个晚归的夜晚 妈妈都以为儿子是在加班 这件事情虽然说我们计划很久了 可是毕竟放弃了一个稳定的工作的话 可能怕爸妈操心啊 那他操心我们还是要去做这件事 那不如就是不要让他操心好了 我们先把它做起来这样子 让他觉得说我们已经真的计划得很神秘 他看到我们这些东西都是OK的 他就不会担心了 兄弟两口风都很紧 这个秘密计划 直到得过多次结出护镇人员奖的郑同城 在主管的吉利未留下辞去了公务员的身份 父母都还被蒙在鼓里 但郑同城想要用他的努力来证明 这绝不是他和弟弟一时兴起 任性的决定 我们做那个远地瓜园的时候 不想要添加那些修饰淀粉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去查那个 那个书上说大豆软磷子可以 减少淀粉软泡 那我们又不想要用体炼的东西 所以就拿豆腐下去做啊 就是连这种奇怪的东西 或者是大豆沙拉油 里面有大豆软磷子 就是各种奇怪东西都加进去做 那每次做出来的成果 当然有时候就是不见得 是你自己想要的这样子 对啊 但是我弟弟这时候都会很支持我 弟弟一直是郑同城最大的支柱 一年的研发 有时难免困惑疲惫 还好有弟弟总是鼓励他 到至于最后就是 会开始有些人混淆 然后这个时候我弟就很重要了 因为我做完东西 我都是第一个先拿给我弟吃 因为我自己已经吃太多了 我会给他吃 然后我听听他的意见 然后OK了 他觉得很满满好了 我们就会去收集各个名店的东西 再去给人家盲测 盲测完了以后 好 看看我们是不是已经是 人家多数人会喜欢的了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再去修改 就是一直改一直改 反正这个过程就是这样子 重复了五六十次 为了更严谨的确认 他们的口味是大家都喜欢的 兄弟俩从筹备之初一直到现在 都还是维持着 一起做意见调查的习惯 兄弟俩经常搜集了名店超市 再加上自己做的成品 请亲友团来进行盲测 这一次进行测试的是芋圆 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 世界上没有最好吃的东西 只有比较多人喜欢的 跟比较少人喜欢的 那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产品 能够靠近比较多人喜欢的那一端 所以我们想说我们自己研究 然后自己去收集各种 消费者给我们的反应 然后自己去整理说 看是什么样的东西 是大家比较会喜欢的 觉得这样比较客观 所以从芋圆的外形大小口感 都要问个详细 兄弟俩边问边做笔记 除了要求受试亲友团 描述出每一种味道 问题也会越问越严格 好 一二三四五来排序 兄弟俩提的问题多又广 近百分的笔记 记录了来自各个年龄 性别生活圈的不同意见 在大数据还没那么盛行的当时 能让兄弟俩从这一叠竹子笔记里 归纳出最多人喜欢的味道 而客观的意见也巧妙地避免了 两兄弟一起工作时 发生不合的纠纷 充分地调查和准备让郑同城有了衣归 开店后生意一直很不错 厨房力也更忙了 郑同城以果酱为灵感 用蓝莓 黑莓 覆盆子 三种极速冷冻的莓果熬煮 研发了莓果雪花冰 因为苹果的果胶多嘛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有直接加那个苹果进去煮啊 可是因为果胶多 它就煮一煮就变成果酱了 果酱的话就是整坨的嘛 它就没有办法跟冰融合在一起 那葡萄的果胶也很多 那所以我们也试过葡萄啊 研发不易 熬煮时间又长 郑同城很珍惜 他每天辛苦做出来的莓果酱 因为开店很忙 我弟就进进出出 不小心撞到了 然后那个冰镇的水 不小心就进到那个莓果汁里面 我就很生气 因为那个花时间煮 然后那个材料又很贵 那你那个东西进来 那个水进来 那个就不能用了 我就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他就说那我自己的东西 为什么要乱放呢 那次兄弟两爆发了开店以来 最严重的争吵 郑同城只能气得把整锅心血倒掉 因为气了大概半天左右 气了大概半天都不想对方讲话 对啊 可是因为我们很少会这样大吵 就是因为当然就是 可能因为那时候也是累积一些 开店的疲劳跟压力这样子 就是会互相指的 可是自己就知道 那已经是流于 只是单纯在发泄怒气的 我其实不需要这样 两兄弟言归于好 各自冷静后 总会想起从小的梦想 我就是担心有一天 我真的完全习惯那样的生活了 我就不想跳脱那样的生活 然后等到老了的时候 我跟我弟在 有一天在聊天的时候 我或许会觉得说 哎呀我们那时候那么多想法 为什么没有去开一个店 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 郑同臣 郑同佑兄弟一起努力 用谨慎的调查和研究精神 把梦想化为实际 才能一员从小一起许下的心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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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